隨著夜間已經過一段了 很多要路由的中部也想要四處去出頭 為了讓他們可以自己幾個路由的行程 新港露營中心開啟著路由幾個客 全亞白江蘇是家中部運用科技來幾個自己的行程 前家中部出門的議官 新港露營中心為了讓愛出去出頭的中部 可以學校使用科技來幾個行程 開啟著著路由幾個客 那如果真的出門就說第一月台在哪裡 他來跟他說第一月台在哪裡 他就跟他說第一月台 你不是就第一月台啊 第二月台要這麼貴 你不知道嗎 知道嗎 OK 疫情的期環 新港露營中心規劃 學習自治旅行規劃課程 有透過我們的高層級 熱營規劃師的規劃 透過讓長輩們自行組隊 學習如何搭公車火車 去間車捷運 可以到處爬爬走 在學習熱營的過程當中 長輩們可以開拓人際關係 互助 互學 培養 兩孩的人際關係 專業的工廠表現 露營不僅是有少年人跟他 中部也一樣要出去吃頭 為了讓他們有更多 驚出門的意見 可能當中運用現代地道科技 來讓他們更了解 路由地點和交通組織 好 那我當初在規劃 這堂課程的時候 主要是以兩個層面去規劃 第一個是長輩使用科技這部分 我會用比較軟性的方式 讓他們稍微接觸 但有一定的了解 但他可能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話 會在課程之後 我會用個別指導的方式 讓他做比較深入的了解 那如果是心理的部分 我反而是會比較注重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們 要自助旅行這件事情 心理的克服性會比科技更大一點 他必須要先願意出去 踏出門這件事情 才會有後續的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我反而會在課程上面 一直在鼓勵他們要走出去玩 用什麼樣的方式吸引他們 我每個禮拜都會創造一些 小小的驚喜給他們 這驚喜可能是透過一些 教學活動的設計 比如說有一些闖關活動 或是有一些分組討論的活動 讓他們覺得這個課程是有趣的 另外我在課程的安排上面 我會通常都是照 每個地區它有一些當地的風土民情 然後可能是當地人 才會知道的一些特殊的東西 然後去跟他們做分享 這個樂林中心 辦讓我們中老年人自助旅行 讓我們學習到 雖然年紀大了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很獨立的 自己出去做任何事 包括旅遊 我們可以多走出去增廣見聞 讓我們心情愉快 也不會說一天到晚大家家裡 想東想西 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我們 很有幫助 讓我們提起很大的勇氣 就是跨出去一大步 這個是對我們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自己的鼓勵 也是對自己的肯定 樂林中心表示 這個課程的主要不得 也是在建立中部的主信心 並且願意跟東方作為幾月的入殿 提升他們出國的議官 讓中部可以借由出國活動 多夠勞多夠勞 身體更健康 新中華新聞 你不要向新港才會向伯德